那么再来佛光大词典里面有提到阿瑟斯王 阿瑟斯王在佛那个时候他是出生在中印度 摩洁托国 平伯苏罗王的儿子 那么为什么叫瑟斯王呢 这有典故 他翻成中文的意思 法文的意思叫做 未生怨王 还没有出生就埋怨 法逆王 又叫做法逆王 其母名伟提西 他的母亲叫伟提西 故伟称阿瑟斯伟提西子 所以又叫做阿瑟斯伟提西子 或是父王子弟 或者他要杀他父亲 把他囚禁起来自立为王 大张中印度霸前 称霸于中印度 其已处母胎死 其实阿瑟斯王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要出生的时候 占世一言 持子降生后 将是乎 那时候占卜的算命师 就跟平伯苏罗说 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 会杀害父亲 先易告 父王听詹师一言 拼卜说 听詹卜的算命师的话 十分惊恐 非常恐慌 碎至罗上将之投契 所以阿瑟斯伟一生出来的时候 那个父王就从罗上把阿瑟斯伟把他丢下去 这就是业障 报恩报恩讨债还债 不是你把他这样丢下去就好像逗他一样 我们台北也有发生这种情形 在我们新北市三重 有一个小女生大概十六七岁 跟男朋友发生恢婚的这种性行为 结果就怀孕了 怀孕了就是跟平伯苏罗这样一样 他竟然把他的生出来的婴儿 用塑胶袋包起来 从他家楼上往台湾这个大楼里面都有防火像 就防火像一丢下去把它当成垃圾袋处理 就是这一样 他的父亲就从楼上将之投契 但是这个业力就这样不可思议 阿瑟斯王是来讨债的 在没有逃到怎么可能会走呢 然景则断手指而未死 可是阿瑟斯王被丢下去呢 只有手脚断了 但是人没有死掉 顾佑称 波罗流之 流之就是 则断这个 这个手脚的意思 并以其卫生前既已结怨 称之为卫生怨 过去就跟平伯苏罗结怨 所以阿瑟斯王又称波罗流之 又称卫生怨 集长立为太子 等到长大以后把它立为太子 因听信提伯达多之说死 因听提伯达多的说死 幽禁父王以帝老宗 把父王囚禁起来 一知之始想害死父王 集会后并吞临近诸小国 威证四方 奠定印度统一的基础 后因恕父之罪 而遍体生怨 后来阿瑟斯王因为 他恕父就是要杀害父王这个罪 而感召果报 全身都长得隆仓 遍体生怨 至佛前忏悔即评语 他和释迦摩尼佛做前 向佛陀忏悔 这个生怨才自豪的 才康复 所以皈依佛陀 就皈依佛陀了 佛陀灭度后 为佛教教团之大复法 后来烦恼阿瑟斯王 变成佛陀生团的 教团的大复法 这就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善恶皆莫思量 阿瑟斯王他的自信功德流露了 自信功德是超越上路对待的 那么前面那个阿瑟斯王 是他的业障 是他的业力 是跟他父亲 拼佛陀世王之间的过继生的冤意 那么他也受了这个果报 受了这个果报以后 他透过忏悔 所以忏悔既清净 既清净他自信就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他后来变成佛教的大复法 就是阿瑟斯王 所以阿瑟斯王 就是阿瑟斯王 就是阿瑟斯王 所以佛陀灭度以后 阿瑟斯王 所以佛陀灭度以后 所以阿瑟斯王在《无量说句》里面集 他是上品生 供给一切之具 所以他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 这个就是 喜有欧行 我们把这个阿瑟斯王的典故 我们就说出来